蝗蟲大军过境后 什么都没留下 黄害蔓延不止这一带 阿富汗北部及东北部 多达八个省份的广大农地 都面临无差别攻击 其实阿富汗北部和东北部 对蝗灾爆发并不陌生 干旱过度放牧 虫害防治不张 加上今年3到4月雨量充足 更有利于蝗虫大量孵化繁殖 联合国粮能组织估计 今年当地小麦恐减产70万到120万公吨 相当于四分之一年产量 损失上看2.8亿到4.8亿美元 买不到农药 农民只能用传统方式 把蝗虫扫到棚布上再挖坑掩埋 希望今年能成功防堵蝗灾 否则到了明年 蝗虫数量可能增加100倍 甚至扩散到邻国危害 大爱新闻 江玉廷编译